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大家是不是飘出了一个疑问 珊瑚玉它到底是珊瑚还是玉呢 珊瑚玉简介 珊瑚玉就是珊瑚死掉之后玉化而成 切割后常呈现规则花朵状 以古代珊瑚的大小品种不同 图案有菊花状 梅花状 太阳花 毛毛虫 喷射状 螺旋状 轨道状 公文等等不下白状 因为玉化矿物的成分不同 产生黄 红 橙 绿 蓝 紫 灰 白 黑 彩色 透明色等等 外观看起来非常的生活生动 而且有趣 珊瑚玉产地 台湾 陕西 印尼都有产出 其中以台湾产的最受好评 台湾独特的地理环境 雨水多 地震多 倒就了环境湿润 地质活跃的卓越条件 是优质珊瑚玉形成的风水宝地 所以台湾产的珊瑚玉品质特优 珊瑚玉的收藏价值 珊瑚玉的花纹很艺术 硬度也很高 很适合加工成为珠宝或者是高级艺术品 高雅大方 深受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 另外 由于珊瑚玉需要经过几亿年的行程 基本上就是限量版的概念 会越来越稀有 价格越来越高 所以人们对珊瑚玉的收藏热度也日益增高 珊瑚玉的保养方式 珊瑚玉是有机宝石 其中的有机成分大多不稳定 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导致变质 宝石就会变稠了 所以珊瑚玉一定要小心保养才行 一 适度泡水 大部分的珊瑚玉长期放置之后 或多或少都会出现湿水变干的情况 建议每个月泡一次水 浸泡时间控制在一到两个小时之内就可以 如果泡太久 反而会导致通透性变差 二 佩戴禁剂 珊瑚玉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 很怕酸性化合物 香水 化妆品 汗液等等 接触之后要立刻用清水冲洗 再擦拭干净 三 避免碰撞 珊瑚玉的硬度和翡翠差不多 但仍然要避免重疾 碰撞 以免损坏 珊瑚玉的功效 珊瑚玉是佛教七宝之一 具有招财净宝和增进人员的功效 珊瑚玉有助于提高心灵层次 保持高度敏锐 清理和调和混沌不清的局势 珊瑚玉含有多种微量元素 能够帮助养颜美容以及活血 珊瑚玉具有促进人体的新生代谢 以及调解内分泌的功能 今天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话 记得帮我们订阅一下哦 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